小A料理好爸爸的后事之后 想起爸爸可以请领劳保的死亡给付 可是劳保局却告知 他的爸爸已经被退保了 没有办法请领死亡给付 为什么公司可以将爸爸的劳保退保呢 爸爸的投保薪资是45800元 死亡给付可以请领35个月 45800乘以35个月 就等于160万3000元 网友小A提问 他的爸爸因为生病了无法工作 公司就把他的劳保退掉了 导致后来他的爸爸死亡 没有办法请领劳保的死亡给付 公司可以自行将爸爸的劳保退保吗 这又是一个不懂劳工权益所产生的漏洞 因为不懂 因为疏忽 导致该有的权利都丧失了 亲爱的好朋友们 每次看到这样令人饿腕的案例时 心里总呐喊着 劳工啊劳工 你们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都不懂得维护呢 今天的影片 我们先从了解请假规则开始 在了解什么情况之下 会被解雇退保 最后再告诉劳工朋友们 劳保的规定是什么 如何保障自己本身 请领劳保各项给付的权利 当自己或家人生病受伤 没有办法上班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就是先请假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动作就是先请假 请记得一定要请假 因为请假了 劳固关系就会存在 你就暂时保有你的工作资格 还有家保劳保的权利 你们必须先知道请假规则 是什么 劳工请假规则第四条规定 劳工因普通伤害 疾病或生理原因 必须治疗或修养者 得在下列规定范围内 请普通伤病假 第一点是没有住院的一年内 合计不得超过30天 第二条是住院者两年内 合计不得超过一年 第三条是没有住院 伤病假与住院伤病假 两年内合计不得超过一年 接着劳工请假规则第五条 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劳工普通伤病假 超过前条第一项规定的期限 经以试假或特休假 抵冲后人为痊愈者 得以留职停薪 但留职停薪期间 以一年为限 好我们先回到案例 案例中的小A 因为妈妈早逝 家里只剩下他和爸爸 相依为命 小A平常上班地点比较远 所以平日上班时间 都是住在公司的宿舍 假日才会回家 平日下班回到宿舍之后 贴心的小A 也都会定时的 跟爸爸视讯问安 有一天一如往常 小A想要跟爸爸视讯的时候 不料怎么打 爸爸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小A心想不对 就赶紧回家查看 当他回家时 爸爸已经躺在床上 昏迷不醒 小A紧急联络了救护车 将爸爸送到医院去急救 经过医院抢救之后 爸爸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主治医师告诉小A 爸爸的状况并不乐观 无奈一个多月之后 爸爸就往生了 小A料理好爸爸的后事之后 想起爸爸可以请领 老保的死亡给付 可是老保局却告知 他的爸爸已经被退保了 没有办法请领死亡给付 为什么公司可以将 爸爸的劳保退保呢 劳基法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六款规定 若劳工无正当理由 继续矿工三日 或者是一个月内 矿工达六日时 雇主即可合法终止 劳动契约 此时雇主可以直接向劳工 终止劳动契约 不用预告 也就不用取得劳工的同意 劳动契约就会因为雇主 单方面的表示而终止 假如小A在第一时间 做了这一件事情 帮爸爸向公司请病假 只要他记得做这一件事情 就好 公司就不能够将爸爸退保 没有退保小A就可以请领 爸爸的劳保死亡给付 爸爸的投保薪资是 45800元 死亡给付可以请领35个月 45800乘以35个月 就等于160万3000元 最后我们来看看 劳保局的规定 张密书在一条一条的来教你们如何因应 劳保局规定 被保险人因遭遇伤害或罹患疾病 在请假期间者不得退保 但是如果已经终止雇佣关系 则应申报退保 因应的办法就是 生病了 记得第一时间要向公司请病假 你请了病假 雇主就不会以矿纸为由 办理解雇退保 终止雇佣关系 劳保局还规定 被保险人请假期满 伤病仍未痊愈者 如今服务单位准于留职停薪 得办理伤病留职停薪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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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加保 也就是说你的病假 试驾 特休 补修全部请领完之后 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工作时 就由服务单位填据留职停薪继续投保 申请书 并检附医院或诊所诊断书 送交劳保局登记 仍然可以继续加保 最后劳保局也规定 伤病留职停薪 继续加保期限 普通伤病是一年 职业灾害是两年 期限届满如不能复工时 应急申报退保 所以就算是普通伤病假 也有一年的缓冲期 劳工不至于会被退保 而上师请领劳保死亡给付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